来给粉薯色的小球球 给大家做一个糖多多爆米花 来把这个油挤进去 自己开火了 咱们开完火之后 就是不停的搅拌它 一定要搅拌均匀 说有均匀 说不说的爆米花 咱们是又圆又大粒的 喜欢吃什么口味 咱们喜欢吃什么口味 咱们自己在家就做什么口味 做爆米花还是多样化的 是不是 可以添加水果 但是不要添加太多水的那种 你可以放点点火龙果 放点点西瓜 都是可以做的 榴莲爆米花就做不了 我试过 失败了很多回 但是火龙果和西瓜都成功了 想要看什么口味的爆米花 可以在评论区打出来告诉我 打我教大家怎么做 如果尝试失败了 那我就建议大家不做 如果尝试成功了 大家可以跟着我的视频做一下 咱们正是这么不停的去搅拌它 一直搅拌到糖和爆米花融化了 然后爆开了之后 咱们就可以盖上盖子 有些人问为什么会油会越来越多呢 是因为那个糖也变成液体了 然后跟那个糖 油融合在一起了 这会显得会很多 其实是一样的 跟你们收到货是一样的 把今天糖开始化了 你们猜能不能做一锅粉紫色的爆米花 好期待呀 开始盖好多泡泡 为什么会冒泡泡 平时我做的时候好像没有自己泡泡吧 还要泡越来越多了 这是为什么呀 天啊 越来越多了 我的天啊 爆了爆了爆了 赶紧盖上盖子 盖上盖子哈 我们先先首先先轻轻的换下锅 不换锅是爆不了爆米花的啊 一定要换锅的 不换锅那你爆出来指定不好吃 你就像我这样一直换啊 轻轻的换锅就行 你要是怕锅玩小时去你就按着它 按着换 晃过均匀 瘦越均匀啊 关我 哇塞超棒的 都已经全部爆开了哦 好 三二一 开盖 哇塞 是粉紫色的 不是不是粉紫色 是蛋 那个黄紫色的爆米花 好成功啊 要凉了去吃哦 好